好 接下来我们看8.2的练习 这个神经系统的组成和反射符的部分 神经中枢呢 包括了哪两个东西了 就是我们的脑和脊髓 脑和脊髓 不叫骨髓 骨髓是造血的 骨髓的用途是造血 脊椎的话呢 当然脊髓是在脊椎的那个空中空的部分呢 它是在脊柱里面 不过呢 如果我们讲脊椎的话呢 它的用途是那个骨头啊 脊椎的话呢 是那个致磁 致磁的一个功能 OK 所以脊髓呢 是的确是在骨头里面 脊椎里面 但是呢 它是属于一个中枢神经的一个结果 OK 那脑神经呢 有多少队呢 总共有12队 如果我多少条呢 你就要选24条 这个有点像是在考你那个文字游戏 不过你会看到我们的科学啊 也的确是很多这种文字游戏的成分在 所以自己啊 请各位呢 就睁大眼睛看清楚啊 所以如果你问多少条呢 24条 多少队就12队 然后呢 几神经呢 是31队 62条 所以这一边呢 你要注意啊 我不是 我不是出错题啊 有很多同学讲 老师你出的两次一样的 一个是条 一个是对 看清楚来 下列何者不是反射动作的特征 那反射动作一般上的是天生的 当然 我之前有讲啦 我们呃我们讲的是那种呃呃 呃 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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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反射现象呢 是哪一个呢 细跳反射 是我们所学的这个反射现象 一生下来会损奶 这个也是 沙子近了眼睛会眨眼 这个也是 但是呢 看到绿灯转黄 鱿鱼要不要停车 这个因为它有出现鱿鱼 有出现鱿鱼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大脑的在思考的 思考的一个动作 当有经过思考 这个不叫反射了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但是如果 如果是讲说 看到鸿鱼马上踩下车 这种是经过学习的一个反射动作 当然它是我们称为条件反射的 反射反射 OK 还有另外一个题目 也是类似的情况 下列何者不属于反射 形象是哪一个呢 打喷嚏算了 碰到热水会马上缩手也算 看到强光会眨眼 这个也是 OK 但是呢 窗台上的盆栽 植物 向光生长 这个算不算一个反射呢 对啊 这个很多同学就会 算不算反射 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对 对刺激的一个反射动作 但是你要注意啊 我们这整张上的是神经系统 请问这个植物有没有神经系统 这个呢 算是我们叫做初初一的时候有学了 它是叫 它是叫趋光 对吧 趋光运动来的 它是植物的一个一个运动 但是呢 不算是一个反射 OK 所以你要注意了 反正植物那边的 它是一种对刺激产生一个反应的运动 但是不属于反射动作 OK 所以记起来 紫棋在实验室里面呢 碰到热烫手的烧杯 马上锁手 这个神经冲动的传导途径是哪一个呢 首先它是有感受器 感受到那个热 虽然你讲说 老师他感受热 但是他那个热的痛 热的那种被烫到的痛 好像还没有产生 是的 他其实在皮肤那边 先接受了这个刺激 经过传入神经 再由着神经中枢 这边所讲的神经中枢呢 是那个脊椎 然后呢 通过传出神经 马上呢 去到它的效应器 也就是它肌肉 让它缩手了 过后呢 才感觉到热 所以过后呢 其实神经中枢呢 这个脊椎那边呢 它也是同时 它有点像是被两个信号 一个往上去到脑 另外一个呢 就直接的去通知 它的那个肌肉 来缩手 所以那个痛觉 热觉 热的感觉呢 是在脑那边 才会产生 但是呢 它会迟一点到 就是 你感受到热跟痛呢 是缩手了之后 才会感受到的 所以它会比较慢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反射 动作的一个特征 小亮呢 它不小心 手指被利刃划破 然后呢 疼痛难忍 但是呢 它仍然咬紧牙关 不吭声 这个的特殊在这一边 虽然它感觉到痛呢 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 就会喊 但是呢 它就是忍着 就是忍着 让它不喊 OK 所以在这一边啊 你就看到的是 它手部的感受器 有一个传入神经 我们也叫它感受神经 去到脊髓 脊髓呢 就把那个信号呢 送去脑 然后呢 脑呢 就控制 有一个传出神经 也叫运动神经 去到它的这个 腮部的肌肉 也就是脸部的肌肉 抑制着 抑制着 让它不喊 抑制着让它不喊 所以呢 它是这一边呢 当然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头部的肌肉啊 是由脑那边进行控制的 所以像眼睛的那种 眨眼的动作呢 也是由头 脑这边去控制的 反正头部啊 这十二对呢 其实就是由这个脑 去进行控制的 OK 那只有下半身啊 手脚啊 就是由脊髓控制了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 像遇到强光来进行的一个反射 眨眼的动作呢 也是 其实是 所谓的这个中枢神经呢 是脑啊 不是脊髓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那种 不经过思考的那种 不自主的反射动作呢 都是由脊髓控制 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所以这个比较特殊 因为它有经过思考 它有经过一个抑制 是 它是有送去脑部的 OK 所以这个呢 是比较一个 特殊的一个情况啊 啊